遊行於下午二時半在銅鑼灣維園草地集合 三時起步 由於立法會 終點由金鐘政府總部改為中環遮打道 不過警方不同意 民陣在警方的警告下從維園出發 一樣的烈日當空 港人沒有因此而切步 仍然有不少家長帶通子女上街 也有青年學子及教師 遊行大約晚上九時半結束 民陣宣布有55萬人參與 重申要求撤回惡法 及特首林鄭月娥下臺等五大訴求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